中央集权必然是空前加强的 所谓中央集权 使地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 必须严格服从朝廷的命令 但是当一个朝代衰落之时 势必会出现地方割据的局面 使得朝廷无力消灭割据 最终导致其灭亡 而唐朝就属于这种情况 人们常说汉王于外戚 唐王于藩镇 宋王于外戚 明王于党政 唐朝的灭亡是因为藩镇割据 那么藩镇割据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时还得从安史之乱后期说起 公元763年 随着使朝裔自杀 时经近八年 历经唐朝三代帝王的安史之乱 终于接近尾声 以大唐的胜利告终 虽然战乱被基本平定 但是唐朝却也再难回到鼎盛时期了 战后的恢复 攀党的安置都成为此后 朝廷急待解决的大难题 此次镇压叛乱也是耗尽了兵力 使得战后的大唐朝廷处于一种疲软的状态 但偏偏或不担心 土般见此也望不分一杯跟屡次发动侵袭 不力集结更多军队的大唐 只能选择对安史叛军进行招降 将使朝裔的三位副将张忠志 李桓仙 田成寺 分别就地封为成德军节度史 幽州如龙节度史 武州都防御史 自此 汉军盘踞于和朔三镇百余年 也开启了藩镇歌剧 长安天子 魏府押军的局面 展开全文和朔三镇明面上 已经归顺 但是实际上 却并不服从大唐朝廷的治理 他们屡次作乱 自戴宗之后 唐朝的历任皇帝 都展开过针对和朔三镇的打击 但是却始终没能将其连根拔起 直至唐朝灭亡 藩镇歌剧的局面依然存在 而在历代中 和朔三镇反抗最为激烈的 当属唐德宗统治时期 甚至此地还上演了一出称王的闹剧 到公元781年 朝廷招降的和朔三镇第一任首领 李宝尘 张志忠 招降后 由天子改名李宝尘 田成四等人 相继去世 在李宝尘去世后 其子李维越上书求计 但是 却遭到了唐德宗的拒绝 而这一世 变成了藩镇发起战乱的导火索 使得李维越与李正吉 梁崇义等人联军抗命 此时 朝廷率先派遣李熙烈前去镇压 梁崇义于八月兵败自杀 此年 王武郡杀李维越将于朝廷 却又因不满朝廷下发的报赏 而再度勾结朱涛等人联军反叛 之后 他更是自称为王 以至于 战乱进一步扩大到了朝廷都无法控制的局面 最后 以唐德宗下罪几兆收场了 当然 也有朝廷压过和朔三镇的时候 在唐宪宗统治时期 王成宗死后 其帝王成元归顺朝廷 李时道被剿灭 田宏正则反正 促成了短暂的圆和中心 但是 唐宪宗死后 唐朝的力量不足 足以威慑 藩阵军民 和朔三镇立马就太赴盟 游离于朝廷管辖边缘 中央在接管和朔后 因长官昏庸交金 卢龙 魏伯 承德相继发生叛乱 使得大唐再次陷入藩阵困局中 百余年间和朔三镇自立节度帅已然成为惯例 而历任的节度使共有57人 但是由朝廷委任的节率不过区区四人而已 那么 和朔三镇可以成为唐朝最大的难题 和朔三镇地处黄河以北地区 经济高度发展 辉税足足占据了九州半数之多 冀州更是盛产战马 这些财力 物力 都为武装割据提供了首要的物质基础 而且 此地长期属于国家的边疆地带 所以 兵民体格彪悍 战斗力极强 而这些条件 便奠定了和朔三镇的军事基础 不仅如此 三个藩阵分属不同的领导人下 平时都处于自顾自的状态 偶尔也会有摩擦争斗 但是 他们同为安史叛军出身 纯寒齿王 灭 对朝廷终究是同仇敌忾 共同对抗的态度 一旦朝廷有轻较他们的想法 他们便会抱团首衣 联军共同反抗 所以说 和朔三镇的强大 是其能一直存在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 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前 随着唐朝经济的高速发展 军田制小农经济就已经遭到破坏 这造成大量百姓失去了生产 同时 还伴随着军队的锐解 使得阶级矛盾 更是锐化到了临界点 虽然 朝廷官员发现了这一问题 但是 这又一直没有寻得解决之法 这使得这些藏匿于盛世下的隐患一直存在 最终在安史之乱后 全面爆发了 唐朝收复师弟 夺回天下 却又面临着文威而来的土藩侵扰 之后 朝廷招降和朔三镇 他们对抗爱迪的同时 也不在朝廷掌控以内 甚至屡次发起动乱 在中晚唐一百余年中 朝廷既要对付爱迪 又要警惕和朔三镇的反抗 根本没有权力恢复生产的机会 试想 国家没有经济基础 可以平乱发展 使得朝廷只有小心翼翼的保持集者间的平衡 这种情况 正如文宗时期宰相牛曾如所言 反正对朝廷的逆顺都不再是重点 而是他们能否抵御北面的外敌 从安始之乱到大唐覆灭 持续了一百五十余年 这些年 和朔三镇一直是让朝廷头疼的存在 也是唐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 新唐书列传第135翻证卫博 唐朝翻证问题研究 就唐书郡十三本纪第十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网站 阿 1 阿 大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